另外在观光建设的部分 花莲鲤鱼潭是外地游客来到花莲必游的景点之一 而花动重管处在111年底进行 潭北码头的水岸设施改善工程 当地业者就相当的乐见 也期待花动重管处能够和业者之间 创造收封地区更好的游客游戏空间 花动重管理处正在进行 潭北码头的水岸服务设施改善工程 总工程经费4900万元 施作3米宽500米长的水岸设施 供期6个月现有码头将重新规划 并新设施作码头两座影桥 让来到花莲旅游的游客 能够轻松欣赏到湖光山色 这个既有的业者的设施的码头 重新调整它的位置 并由重管处来施设施作的浮动码头 那会有一个主要的码头 主要的公用码头 那主要的公用码头之间会有两个浮桥 那这样的工程呢 主要是把这个旅潭的这个主要的赏景的湖边的位置 留给游客 那同时呢也提供这个更好的游客服务设施的码头 三米宽五百米长的水岸设施 花冬中国管理处也希望能够借此改善北岸码头的全新风貌 让游客充分感受到花莲地区最美的一颗民族 记者林杰 搜封箱采访报道